曾经跳舞是理想 现实经营各种挑战困难 现在哪里不会看哪期 让儿子成为富二代 So easy 看了Skytalk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跳舞了 想成为体面生活的智慧舞者 Follow me Follow me 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我的观点,给你不养的思考,欢迎来到SKY TALK,我是SKY 好,前面已经是聊了蛮多期的微信,聊了两期,可能当时我的想法其实只是想要聊一期 但是呢,跟大家经过聊天之后,特别是在大部分现在又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我们又进行聊天,大家的热情其实也是会有 感染到我,也给了我蛮多的信心,所以我就停不下来了,所以我就决定微信要录四季,给大家更多的一点干货吧 然后后边就是沙滩,大海,所以今天跟大家可以悠闲的来聊一期吧 我们今天来聊聊微信,微信公众号这一块,其实我们首先就是要给用户靠谱的服务嘛 那好,那订阅号的主要的功能其实是什么,哪方面的服务呢,其实就是内容服务 那好,那我们先来聊聊就是它的属性吧 第一个其实就是锁定客户,锁定客户就是你一定要拱固你现有的这些,已经有的这些用户 然后同时你还得去转化一些潜在客户,它可能已经有关注到你的这些微信 但是它其实还不是你的用户,只是因为有别人转发,还有这些看到你的内容 所以这些有可能是能成为你的客户的这些潜在客户,我们得去想办法把它们转化为我们真正的这些用户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要一定要增加用户的这种粘性 就是得做一些双向的互动的这种沟通跟交易,就像朋友与朋友之间,我们肯定是有来有往做这些沟通 而不单单只是说我们去推送一些信息,做一个单向的沟通,我们得去做双向的 然后第三个,第三个它就是有可以扩散传播,它是以点代点 人人其实都是媒体在这个时代,因为以前可能媒体我们会指向电视台,然后平面,还有这些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这种关注的,也都有我们自己的这种粉丝 所以在这块的话,其实我们也变成了一个传播的渠道,变成了一个媒体的一个平台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人人都是媒体的时代 好,第四个,第四个其实就是会员体系,会员体系最主要就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些用户数据 就可以去做一些规划跟证明,现在都是大数据时代嘛 那你有这些数据之后,然后就可以把你的营销的这种成本去占低 因为你会员,你的关注者越来越多的时候,只要你们每次推动信息 它基本上到达率都是百分之百,不用你每次都去找新的用户,每次都去做新的这些渠道 同时我们的效率也提高了,因为它可能关注你 它肯定是对你这个产品或者服务或者是品牌是有想法的,或者是有需求的 所以就效率这块,我们也会大大的提高 那好,我们再来聊一聊服务模式的类型,大概有几种 第一种就是像朋友是,就像我们朋友与朋友之间的这种,这种沟通的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做一些问候啊,也可以做一些触服啊之类的 然后第二种就是顾问式 站在用户的角度,肯定针对他们的一些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 其实Skytalk就有点类似于这个顾问式跟后边还会捡到的一个端架式 然后第三点就是促销式 促销的话,肯定就是我们可以给一些不同类型的用户,不同的这种优惠 但是呢,这个的话,我们就得控制这个频率,不要太频繁 如果太频繁,这个吸引力就会降低 然后第四个,就是专家式,他可能会收集一些问题 然后做一些难点的解答 这个的话,也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就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 我们把它这种难点拿出来,然后去做宣传的也是类似的 那好,我们再来聊一聊我们怎么去经营我们的老用户吧 因为其实我们就是一定要维系老用户 然后去发展我们的新用户嘛 但是呢,发展一位新的用户成本是老用户的3到10倍 那用户忠诚度下降5% 那企业的利润下降是25% 然后新用户新产品的这种,如果说你推荐的这种成功率是15% 但是老用户它能达到50% 企业每年如果说你能保持用户的这种保持率增加5% 那你的利润至少提高25% 那60%的新用户是由老用户带来的 所以我们从这些数据里边,我们就可以知道 维持老用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好,那我们就来聊聊怎么去搞定老用户吧 老用户的话,首先它是首先有一个 就是它的信息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有哪些信息是可以用的 第一个其实就是基本信息 它的包括联系方式啊,大概的住所啊,包括它的职业啊,这一块 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它的一些关联的信息 比如说它的满意度啊,包括它的忠诚度 然后第三个是它的偏好信息 它大概是对哪些方面比较感兴趣 它的性格特别是什么 它比较喜欢上哪些类型的课程等等 然后第四个就是它的账户,账户的一些信息 它是隔多久会买一次卡 那它每次买卡的额度大概是多少 那还有我们说第五种就是行为信息 行为信息的话就比如说它上课的频率 它一周上几次课 那它上课程的类型都有哪些 喜欢上哪些五种的这些课程 好,这就是行为信息 那第六种就是它的服务信息 服务信息的话就是我们每次要去做一些新的推广 或做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没有,如果说没有去做规划采集的话 我们用的时候就没有,没有这些数据 等于效率就会鉴定 所以这个我们要提前去做规划跟采集 第七个其实就是一些扩展信息 那有一些老用户的这些数据 如果说我们要针对一些 开发一个新的课程 开发一个新的这些产品 那老用户所有的这些数据 是我们去开发新产品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那好,那聊完老用户的信息分析之后呢 我们来讲一讲 有哪些方法吧 有哪些方法去做营销吧 第一个就是情感营销 情感营销的话也有几个点 我可以跟大家去交流一下 第一个可能就是直接给优惠 让他感觉到 哎,因为我是老用户 所以我的优惠力度是比新用户要大的 所以这样子他才能持续持续在你这边 因为他不想丢掉他以前 以前已经在你这边存在的这些东西 然后第二个就是特殊顾客的特殊对待 二八原则大概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就是我们80%的利率 其实是有20%创造的 所以这20%的人 他其实给我们提供了80%的利率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可能这20%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特殊的这些用户 或者是特殊的顾客 所以他们的一些服务 我们可以单独给他们去做一些不同的规划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就得让用户在有需求的时候 就第一个就得想到你 他有可能以前是你的会员 或者是经过一段时间他没有学了 或者是他身边有这样的人想去学习 那你一定得让他第一时间想到 哦,我要学舞蹈 那我就得来某某舞蹈工作室 得让他有这个感觉 就像朋友一样 然后第四个就是个性化的这种解决方案 私人定制嘛 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要求 或者是他就想要变一个舞啊 或者是他想要单独学习一些不同的课程 时间会比较挺难 那特殊的情况可以个性化去解决 然后第五个 第五个我们就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 我们一定要有感应的形态 跟我们自己的这种社会责任感 之前也都提到过蛮多次 因为我们所有获取的东西 其实都是社会给予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把我们所获得到的这些东西 然后再反馈出去 这样社会才能形成一个两性的循环 第六个其实也是一样 传播之能量 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去做这样的事情 第七个就是寻求反馈 就我们的信息一定要有回流 有些我们信息可能就退送出去了 我们要做个什么东西 回流好出去了 但是你结果没有回来 你如果说没有回来的话 你就没有没有改进的空间 也没有改进的基础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做改进 有些时候是这个事情做了 做了到底做的怎么样 这个信息一定要回流过来 那第八个就是一定得要跟进跟进的问题 就像一个用户 可能他在成为我们的用户之前 或成为我们的座员之前 我们有客服或者这种会去顾问 来跟他去做这些服务交流这些 但可能买完卡之后 你其他全部都不管了 那可能他感觉就会不太好 但是这个服务就一定得持续下来 不管是从他一直进来之前 包括他进来这段时间之后 哪怕后边他走了 不是我们的会员 这个跟进一定要去做持续型的东西 然后第九个也有两道了 就是一定要去做朋友 跟用户的话 就形成一种朋友式的这种关系 因为只有这种关系 可能才是会让我们更静静 也才是更持久的 也会让大家更舒服 然后第十个 第十个就是做完这些之后 我们就是用户成交 我们就可以去 在他有需要的时候 或者是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互相支持 好 那我们再聊聊六个技巧吧 第一个就是回反用 回反用户 提高满意度 发现新需求 就是用户的话 在你这边一段时间之后 你一定要做一些回反 这样子你做完回反之后 你才知道他可能有存在一些问题 可能还有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帮他去解决 同时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发现他其实还有另外更好的需求 这个是我们以前没关注到的 那根据他的需求 有可能我们就可以推出一些新的商业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个技巧 那就是我们要开展活动 拉近距离 这个之前也都有讲到过 第三个就是离上晚了 有来有晚 就是人与人之间交流就是这样子嘛 有时候你做一些小的礼品 或者做一些小的活动 其实发贿员可能就会变得很感恩 哇真的特别好 可能东西不贵 但是有我们的心意在里面 这也是会比较好 那第四个技巧 就是解决客户的后果之忧 可能就是我们在用一些新产品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接受一个新的服务的时候 在我们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 我们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忧 他这东西好不好用啊 买之前跟买之后说的都不一样啊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得先帮我们用户去想到 然后帮他把这些去解决了 那这样子他才能成交的更爽快 那第五个技巧 就一定要建立用户档案 提供全程的这种 那可能刚开始我们没有办法覆盖到 就是说百分之百的 你所有的用户都帮他去建档案 那至少我刚刚说的二八原则里面 那百分之二十 创造百分之八十里面的这些用户 你尽量给他去做用户档案 你做完用户档案之后 他后边的服务会好的很多 可能我不喜欢哪些课程 后边我们再去跟他去做推荐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给他去推荐这样的服务 包括他的上课时间对不对 他的上课周期都是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很好地给他去安排课 然后第六个跟他又聊到 就是提供个性化的产品还有服务 这样子才能把你跟其他的舞蹈工作室来区分开来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微信的这些方面吧 讲的口也是有点有点合了 所以一会我要去游游去了 好我们下周四见拜拜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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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